鼎立支持 鼎立相助 他每次講的內容都不一樣 能緊扣咱們這個論壇的這個主題 謝孫老師 謝孫會長 那個下一個題目是 請那個民科代表講講本人的體驗和經歷 這個長慶安排了哪個人嗎 還是我自己講講 這個你等會 你等會 你可以講 你等會 你先請那個誰 先請夏老師講講吧 來 夏老師開賣 那就請夏老師講 這個我們跟夏老師神交非常厲害 一直在神交 對 然後那個就一直在神交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夏老師 還有我們的這個 白牡丹老師的歌曲也在助力 來 期待 夏老師開始 嗯 好的 好的 謝謝老師 聽得見嗎 聽得見 聽得見 好的 好的 說真的呢 心情很緊張 很激動 第一次經歷這種場所 第一次講 因為我一直來講 是一個思考者 也就是說是只愛動腦筋 不愛講的人 所以說我的嘴巴很笨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請各位老師來見諒 不用客氣啊 所以說我的心情呢 是很誠狂誠狂的 的確呢 在這個理論這一塊兒 我專業呢 基本上是快二十年 自己認為取得了一定的小小的成就 這是過往的 沒有說 沒有過的 在這裡呢 我挑一部分給大家講一講 因為如果全部講出來的話呢 可能要的時間太長太長了 因為那個理論的東西也是特別枯燥的 好吧 我就先講一下我的理念 我認為我們現在的那個理論 我們現在科學的理論 還非常的不夠完善 比方說 我們現在科學發現有四種基本力 也就是說有萬有引力 電磁力 強相符力 弱相符力 再比方說我們現在的 又許許多多的自然之謎 比如說萬有引力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還有我們地球為什麼會自轉 為什麼會公轉 我們的宇宙為什麼會膨脹 再說細一點 比如說我們用的電 電為什麼會劃光 電為什麼會能夠產生磁場 磁場或極限力為什麼能夠劃電等等 都是屬於現代科學的自然之謎 就包括我們所說的那個UFO飛碟的動力原理究竟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人類對它來講 都是一塌糊塗 可以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我認為是我們現在的理論 理論真是太差的原因 如果說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論來講 我們人類根本都造不出我們真正的飛碟 你像我們很多老師在實驗室裡面呆了二三十年 幾十年 但是造出了飛碟了嗎 沒有 為什麼 就是因為理論的欠缺 用過去的話說就是摸石頭過火 如果說長期這樣是不可能造出飛碟的 我在想 如果再給三百年時間就這樣去瞎蒙 根本都不可能造出飛碟了 其實飛碟的原因也是非常的簡單 我認為只要把我們的重力理解清楚了 就不是問題了 我們現代科學連重力究竟是從哪個方向產生的 是從哪裡來的 都搞不清楚 在這種狀況下 你怎麼能造出飛碟來了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沒講過 私慧的有點氛濫 我再整理一下 不好意思大家 可以 你再收拾一下 來 江建民老師你來講講吧 這會你可以插進來講講 好的 那就请 请咱们的夏老师 整理整理的思绪 自己的思绪 然后把它尽量的调理化 然后呢 而且把它层次化 尽量的解决 深入签出的 给大家讲 让大家理解 那么说我那个 从3月19号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呢 到云南大里边 那边参加一个学习 参加一个学习 这期间 直到现在还没回到北京 这是已经是 有40天左右了 还没回到北京 那个这期间呢 也在国内 从这个咱中国的西南 到这个 从西南的云南 到这个西南的这个湖南 再到这个华东的杭州 又到这个东北 这是一大圈嘛 也不叫一大圈 是一个半C字形 然后呢 也参加一些调查和了解 特别的一点 就是有一点 振奋人心的消息 也就是我在 我在这个大理的时候 那个4月1号 在北京有我的朋友 给我发了一段 这个视频 说是这个 看到这个视频上 他在看电影 看到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 他觉得 那段视频上的那个内容 和我比较吻合 和我比较吻合 然后就发给我了 然后呢 我就看 我觉得那个人好 那个主角 叫唐世军 他说话呢 像我在接受北京电台采访的时候 说的内容 然后我就想到 我离开北京前一天 也就是3月18号 那个有个记者 有个记者 一个姓黄的记者 叫黄一琳的 他来采访我 他采访我的时候 他就提到这个 宇宙探索编辑部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 是个啥 我都没想到 它是个电影 而且我也看到 他采访这个 宇宙探索编辑部 那个牌子的那个照片 但是我都没 一直没想到 那个是个电影 那个是 有时候探索编辑部 那个片子 就是直片 他们推荐他来采访我的 采访我的 然后呢 采访了五 在香山那边 采访了五个小时吧 然后 谈了这个有关UFO的很多事 他也没说清楚 没把有的事说清楚 他可能是以为我 了解那个片子 其实我下边就不了解 那个片子 后来到四月一号 我在大理那儿看了两片 这个电影 我发现说 这个人物身上不单说 有我的影子 而且呢 他是 就是一 他这个主角 唐志军 就是以我 为原型 创作的一个电影 创作了一个电影 这个 这位姓黄的记者 在采访这个 宇宙探索编辑部 制片组的时候 这个 这个 编剧和导演 孔大山就告他 这个 谁 就是 张静平是另一个 时空中的 唐志军 他就说 说这个 唐志军他是 这个 这个科幻喜剧片里边的 这个 主角 我是另一个时空 就是现实中的 那个 主角的原型 他是原话是这么说的 原话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看了以后 看了两遍 也挺 也挺振奋 挺振沸 也推荐给很多朋友看 这里边就说的 当然了 这个 这个片子里边有很多 你讲讲个人经历 你这是推荐产品了 你给人推荐 那个影片 跟咱没关系 讲到你的特殊的 不一样的经历 我就简单说几句 这个东西呢 也没有我分认 我也谈不上是推荐 推荐产品 没给我一分钱 谈不上推荐产品 我就说的这个片子呢 它事实上 它也有很多 探索 飞碟 外星人 神秘现象的 执着者 身上的影子 很多人都是 执着的 孤独的在探索这个事 从方方面面 也不单单是从 从我本人 这个经历出发 就是有很多 后来也 接受采访了 说到有很多 这样人的这个影子 这样人的影子 这是一个好事 这是一个好事 当然说这个片子呢 我们能探讨的很多 现在就不在这探讨了 我就说一下大概 大概我 这个 这个近期简单的一个 就是一个活动的情况 比如说那个 我到云南的这个宜梁 见到了这个古牙 就是2007 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媒体 比较火爆火热 采访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 这个农村妇女呢 她那个当时比较年轻 大概是二几岁吧 二几岁 还是三十岁左右吧 然后都是 十 十七年前的事了 十七年前的事了 当时也就是二几岁吧 然后呢 她忽然的会画画 而且会说一种 神奇的语言 我们现在又 把这个语言叫外星语 其实它是不是叫外星语 还另当于说 她画了很多精美的这个 就是那种画 就是很自然的 有人叫天画了 叫宇宙画了 等等都可以那种画 这么一件事 后来央视呢 北京电台呢 还拍了片子 古牙密码了 什么的 就是天书奇谈了 等等这样的片子 这样的片子 看到她的一些新进展 然后呢 还去了这个大理的养鼻 大理的养鼻 大理的养鼻呢 是我在2021年 当时根据这个北京工业大学 地震研究所所长 这个 陈维生先生 预测说川点一带 会有一次 7.8的8.3级的大地震 然后呢 我就联系外星人 转移地震 恰好我学习的地方 搁着这个离海 搁着这个尔海和苍山 大概 搁着苍山 翻过苍山 就是这个养鼻的这个县城 养鼻县城 这个镇中的林毅养鼻县城 大概有个二三十公里 如果那个大地震发生的话 大概震级在8.0级左右 就跟汶川大地震差不多 那带来灾害很大 然后呢 我那个时要联系外星人 把这个地震转移了 并且给当地留了 6.4级地震来显示这个震中 这次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很少 很少 如果这个地震不被外星人转移的话 那么这个地震造成的这个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包括连带着给这个隔着苍山 大概十几公里 就是震中距离苍 距离翻过苍山 就是大理州 就是尔海仰鼻 就是大理州 那么会给这带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在那考察了 也是考察考察 也是在那看看 那个当时呢 这个地震的主要的地震能量 被外星人转移到青海的妈多 妈多 以最初测定为7.4级 后来更正为7.9级 这个转移释放 转移释放 在两地造成的人员伤亡都很少 在妈多县呢 造成的那个人员受伤情况是 轻伤18人 第二天出院17人 就是说这个转移地震减灾 做得很成功啊 这次恰好 学习的地方 这个离那儿很近 我就去那儿待了两三天啊 到那儿去看看 然后呢 在离开昆明的时候 有昆明UFO爱好者啊 跟我见了个面啊 在火车站见了个面 吃了个锅桥米线啊 然后呢 我下站就到了这个贵州的贵阳啊 贵阳当年这个1994年11月30号 也就是29年前 发生了一次这个都西林场 就是空中怪车混零事件啊 我到那儿也是一头盲然 因为四下没做足这个考察的功课啊 没做足考察的功课呢 然后不知道 到底这个地方在哪儿找 在哪儿 后来 后来这个摆桌上搜索啊 发现那个都西林场 离这个 离这个我住的地方不远 就去了 去了到那个林场呢 还是挺茫然 但是想着那个林场就几百亩 几千亩 我觉得三千亩左右吧 我觉得这个三千亩 在我的概念里边 也不是个挺大的地方 我就继续找 结果还真找到那个地方 但是呢 那个地方毁林的现场啊 已经被查 因为这个是29年前的事了 这个树木呢 容易遭受雨水后好 容易腐朽 在几年前 那些树桩子啊 都腐朽坏了 然后呢 它本来是当地 这个都西林场那边 想把这个贵州 贵阳方面 想把它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啊 并且铺了木质的这个 木质的这个道 围着这个毁林现场 铺了木质的道 结果呢 那个前几年吧 那个那些 那些那个 就是被这个空空怪车 毁林的那些树桩 都腐朽 坏了 他们只能是把那木桩子都拔了 然后呢 种上了新树 新树已经 长了几年 已经长起来了 这个事也就说明啊 在这之前 29年里边 我没去考察这个事 没去到当地看这个事 去了解这个事 结果现在去了 29年过去了 那个 早已物是人非 那个现场早都 早都大改变了 没有看到那个震撼的 那个情况 那个 就是很多树桩子 一大片树桩子 那个震撼的情况 咱们国内的优惠组织倒是 在当年和过后的几年吧 在过后的短时期 去那考察过 我这次呢 到那去待了大概一天吧 一天 然后又去了那个啥 又去了麻洋外星人科研站 这次去麻洋外星人科研站呢 是第十次 第八次呢 是2018年 向老病重的时候 然后 2018年的8月份 他在当年的12月份就去世了 就是这个建麻洋外星人科研站的这个发起人 最早期跟这个东升球外星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天狼星外星人 这个接触的向老 他在2018年12月去世了 然后现在是他两个儿子是外星人 联系人啊 就东升球外星人的联系人 叫向玉生向玉义啊 然后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 1月初 1月2号的时候 我也去了一次 从南方 赚了一串 然后去那 这是第九次去啊 然后呢 这次是第十次去 这次去了解到向玉生的这三年 向玉生和向玉义这三年 他们工作的一个情况 就是疫情三年以来 他们开始搞什么 开始搞这个中草药 治疗癌症的试验 从我了解的情况来说 他们已经治了大概十好几例 都是绝症病人 治疗效果比较好的 治疗效果比较好的 但是我前几年也给他们叮嘱过 希望他们能跟合法的这个 肿瘤治疗肿瘤药物的治疗厂合作 因为我有资源 然后呢 生产这个药物 大批量的生产这个药物 然后让更多的癌症患者受益 但是他们当时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想保护他们 通过外星人指点研发的这个秘方 抗癌药物的秘方 不愿意提供出来 这是很自然的事 而且呢 这个他们通过采集这个中草药 来治这个癌症 这个野生的这种草药比较少 就是说加上去年旱灾 他们那个药物远远跟不上这个治疗的这个需求 所以他们都推掉了几个病人 总的量来说 近三年以来实践的治疗的病人大概有17例子用 17例子用 这是他们那进展 我给他介绍了我这儿这个联系外星人转移地震减灾的情况 那个当时呢是有外地的朋友跟我一块去了那儿 一块去了那儿 跟他们见了面 然后呢 这是麻洋外星人科研站的那儿的情况 离开的时候是从杭州硝三机场那儿离开的 大家知道那个大概有个杭州机场那个目击UFO的事件 但这个UFO事件我没参与调查 这个事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反正挺好的 然后这个走了这一圈 现在是在东北辽宁 在东北辽宁 我讲的这个个人的体会了 包括一些经历了 包括这次顺带的这个考察了 就讲到这儿 下面呢请这个啥 请这个夏老师 你这个属于你这个阶段 然后从北京离开 然后你这个阶段看见的一些人事物 是吧 你自己的一些 你自己的感受没有说 只是你 你是所见所闻 本来本身这个你就是这个UFO的 这个这个考察事件的主任 是吧 你那儿应该其实有很多的故事 其实我们就应该 应该这个做一次UFO游学 把这些相关的这些景点呀 都有个路线 大家组织一次 来现场去看一看 去走一走 然后现场去那个去 在这个事发当地 然后那个大家去交流互动 这样的话会会更有感觉和感应 好 这个我是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可以问一问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因为你前面讲到 讲一讲 因为从来也没问过的话 你觉得你方便就讲 是不是可以讲一讲 你的这个地震的操作原理 以及你自己的一些体验故事 因为你不可能一步就到位 是吧 你前面应该遇到过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个人体验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分享 分享这一块 这个应该是大家很愿意听的 故事和这个感受 以及操作原理 谢谢张静平老师 是这样 因为这个地震我关注了多年了 而且是在95年的时候 就跟这个外星人有这个链接 就通过外星人联系人有这个链接 然后呢 在当年这个预测日本东京地震的情况 然后呢外星人给提供的信息 当时是外星人通过这个外星人联系人 我的一个阿姨给提供准确件 清晰的这个地震信息 就包括时间地点 时间什么时候发生 震级大概是多少 震中是在什么位置 就是涉及日本东京的地震 我在操作这个事 大概有两个月左右吧 这些事哈 说起来挺占用时间的 我就说这个外星人呢 后来把这个地震 日本东京附近的地震转移到这个 跟这个日本北海道隔海相望的这个 俄罗斯那个撒哈林半岛的南端去 啊 阵级是我说的那个7.5级左右 7.6级 时间是 我说的是5月25号前后 95年5月25号前后三天 它是5月27号凌晨发生的啊 时间也对 这个震中的外星人当时就告诉我啊 我们当时还是以为这个外星人是虚空中的老师 还没有确定说那是外星人啊 呃 他告诉我啊 那是地球保护人转移的 后来我通过研究这个麻洋外星人科研站啊 啊 我一发现好 那个时间跟我对接的 呃 这个地震预测信息的就是这个东升球啊 东升球的这个女皇 李观音女皇啊 他是这么给自己称谓的 所以后来的很多事件 因为有当年 正是因为有当年的这个实验啊 我知道这个地震可以被转移 所以在这个2020年 呃 12月份 然后12月23号 这个青海的玉树州附近掉下一颗大流星的时候 我根据我研究发现的这个流星 就是这种非自然的流星 对应地震的周期阵级等等因素 我发现会在青海的妈多一带 会有这个一次7级以上的地震 然后呢我就联系外星人啊 我这个提前 当时提前给中央领导打了报告啊 联系外星人转移这个地震啊 嗯 结果就在我指明的2020年 2021年的1月12日 这个外星人清晨 外星人把这个地震转移走了 转移到蒙古国的一个湖泊里边了 蒙古国的一个火山湖里边啊 然后发震 而且把这个地震能量分割了啊 呃 所以说它是有这个 它不是说一开始没有实践 就立马的就就搞这个地震预测 预报了 转移地震实践了 它是因为多年前有这个实践 呃 所以说这个 呃 所以说 操办这个事呢 它有个 很顺畅的一个思路啊 顺畅的思路 呃 然后呢 后来到那个 2021年 这个 5月份的这个 就是这个 预测的这个川点啊 我那个朋友 经济研究所的陈所长 他认为是 这个地震震中是在 呃 四川的 缅宁啊 四川梁三州的缅宁啊 呃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地震震中 可能不太确定 所以说我 请外星人留下 预留下 呃 6.5级 这是当时口头 后来觉得6.5级太高 书面请求是 外星人留下6.3级 结果外星人折中 留下了6.3级 显示这个地震 应该在 呃 云南 就是距离那个地方 有300公里啊 距离那个 那个陈老师 陈所长预测 有300公里左右的 这个 呃 大理州 仰皮县 县城附近 发震 连续的在 陈老师说的那个 5月18号开始 那块连续出这小地震 啊 连续出小地震 这样的话 嗯 这样的话 这个 呃 这样的话 当地的群众啊 就提前警觉起来了 因为很少有地震 它在大地震之前 它会 连续系列的 出这个小地震 呃 然后呢 它 走一个什么 前震 主震 余震的发震模式 啊 但是这个地震呢 它在外星人控制能量 控制释放能量的情况下 它连续的 开始是小地震 然后到5月21号的时候 呃 5月21号 21点21分 发生一个 5.8级的这个 前震啊 然后那时候基本上很多人都 因为这个地震的惊吓 已经都出到 呃 到大街上来了 啊 紧接着21分钟以后 发生了这个6.4级的主震 啊 所以它这个 就是通过控制能量 逐渐的释放 来把这个人 这个让人呃 提前准备 然后呃 到大街上啊 到大街上避险 其实那学生 早在5月18号 呃 这个发生这个小的地震 三点几级 四点几级地震的时候 已经呃 到这个操场 晚上都住操场休息了啊 有些当地的群众呃 呃住在自己的车上 在街道上啊 啊 休息 所以那个地震 发生以后 6.4级的地震发生以后 给当地仅仅造成了 三人死亡 大概一百人左右受伤啊 呃 但是还有更多的地震能量 呃 就是当时 被这个外星人 在当天晚上转移 转移到哪 就转移到这个 呃 当年1月12号 从青海马多 把这个七级 七级以上地震 转移到蒙古国 呃 湖泊里发生 也没有伤人 然后湖泊里发生 那个 那个 马多县 就把这个 马多县的地震 转移到国外去 蒙古国 然后又把 这个 呃 四川 不是 把这个 云南 仰鼻 县的 这个大地震 转移到 马多啊 因为后来我注意到 那个 马多那个地方 人员稀少 2.5万平方公里左右 大概才1.1.4万人吧 相当于两平方公里左右 一个人 所以说 他那个 大地震转移到 青海 马多那个地方 不是青海 马多的那个地方 他 他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只仅仅是造成了 人员轻伤啊 这个减灾效果很好啊 在当地呢 大概 呃 这个7.4级 后来测定为 7.9级的地震 造成了 160公里的断裂 啊 断裂 呃 这个 简在是一个奇迹啊 那事先呢 给这个谁 中央领导都打了报告 啊 事先给中央领导都打了报告 所以这个是 川点大地震的 这个 转移的情况啊 转移实践的情况 呃 这个 搞得很完美 但后边更完美的是啥 就是转移台湾地震啊 台湾华与联一带的地震 那个地震是 根据他那个 7月7号晚上的一个流星 台湾北部上空掉下一颗大流星 然后在这个流星掉下的同时 台湾在稍微等会 台湾咱等会再说行吗 嗯 好行 那个夏老师可以了吗 夏老师可以了吗 哎 好的好的 好 接着讲 那就请夏老师讲啊 等夏老师讲 我们听完了 然后我再给咱补充台湾地震 转移的情况啊 就这样 嗯 好的好的 张老师很快的哈 各位老师哈 我继续讲哈 讲得不好 请大家原谅 嗯 我认为我们现在那个人类 或许还没有划断更快的原因是 我们换了三个很不该犯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 没能正确的定义物质与空间 可能这么说大家心里面很有意见 不能够接受 的确是这样子的 什么是物质 什么是空间 这个是宇宙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面呢 第一个主体就是说是空间 我们把手撑出去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空间的地的确确的存在 空间是客观的 但是空间它一定不是物质 不是物质 那什么才是物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就像我们拿在手里面的手机 我们坐的凳子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物质 但是还有一类的物质我们看不见的 比如说是什么呢 就是磁场 光 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现在科学能承认它们是物质吗 它们不承认 不承认光是物质 也不承认磁场是物质 它们大不了会说这个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都不承认它们是物质来的 那么我们换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没能确定物质运动的最基本 最共性规律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思维来想一想 刚才我想了 余制空间里面就两种东西 一个是空间一个是物质 那么我们所有看见的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属于物质在运动 或者说是物质在变化 那么这个物质运动与变化 肯定有一个最基本的最共性的规律 然而我们现在没有确定这个最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才闹出了四种基本力 这种笑话 可以说以后我们会回复这段历史 都认为这是一段笑话来了 那么我们什么是最基本最共性的一个规律呢 运动规律呢 特别简单 就是物体与物体之间 必须通过接触 或者说是见起的接触 才能够产生 产生力量 并且这个力量只有两个 推力 一缓推力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存在引力 因为引力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是不符合力学逻辑的 这只是说我给大家 给一个概念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去学习 以后可以具体的好好的看看我的理论 但是我们换了第二个错误 没能够确定物质运动的最基本 最共性的规律 那么我们换了第三个错误 是什么呢 就是没能正确的逻辑推理 这个逻辑推理非常的重要啊 为什么要进行逻辑推理啊 因为我们所有看见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由我们不可以看到 超围观 要么说是超围观 由他们决定的 那么超围观的东西 比如我刚刚说的那个电磁 磁场 包括我们这个引力重力 这些东西都是物质参与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看得见 并且不管科技技术 发展到什么高级的状态 都永远不可观测 因为它太稀微了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只能进行逻辑推理 我刚才还讲了个概念 就是说太大太远的超宏观 那么什么是超宏观呢 超宏观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科学说 我们的宇宙有多大 130亿光年 130亿光年之外的东西 我们不用去研究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其实它们大错特错 就好比我们的可见宇宙 唯一个小黄子 那么要决定我们这个黄子的命运 或前途的 其实不是我们这个黄子的材料 或者它的结构 而是我们这个黄子 所处的环境 比如说我们黄子 处于这个逆时流 或者是容易垮塌的区域 或者是容易地震 海山火山爆发这种区域 它们才真正的决定了 我们这个黄子的命运或前途 这个就是超宏观的重要性 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 那么怎么去进行正确逻辑推理呢 首先第一个 必须要建立在最基础的逻辑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二个东西 我们最基本的物质运动的 最基本的最共性的规律 也就是说接触 间接接触才能够产生推理或反推理 这个最基本的逻辑基础之上 并且要联系 我们整个宇宙自然的客观实际 那么这个客观实际 就是我们所看见的 包括我们现在科学所证明的 所发现的 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证据来使用 这次我刚刚说了 我们现在理论科学 我们现在整个科学就犯了三个错误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 立法这三个错误呢 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要正确地定义物质与空间 物质 那么我们先刚刚说说了 那个磁场 磁场存在吗 肯定存在吗 这个是已经正式了的 那么我们干嘛不承认它们是物质呢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引力是不是存在 重力是不是存在 那么我们都要承认它们物质的身份 这是现代科学必须改变的 那么第二个一个 就是我们要正确地确认物质运动最基本 最公平规律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通过接触或者说是间接的接触 才能够产生推论与缓推论 那么我们相信这句话就好了 一定要相信 误无条件地相信 那么呢 所有和我们这句话 像违背的东西 我们抛弃掉 我们反对它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逻辑 就一定要建立在 刚刚所说的这句话的基础之上 那么一定是错不了的 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下 因为这个理论是太多 我就按照我这个提康 给大家讲多少算多少 首先我们第一个 要承认我们这个宇宙空间 存在着一种超围观的最基本例子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 在过去大家应该知道 有个理论叫做一态空间 就是过去科学家 相信我们的空间之中 存在着一种物质叫做一态 并且以这个一态为背景 那么就叫一态空间 但是后面我们这个一态空间 给正位掉了 为什么会被正位掉呢 有点科学常识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就是用一个迈克尔逊默内试验 他们假定我们的地球 在宇宙空间运行 并且假定以这个一态空间 为这个不变的背景 为不变的背景 那么我们地球在一态空间之中运行 就好比说我们坐在汽车上 把头撑出舱外 会感受到一种风 也就是所说的一态风 他们并且假定 以这个一态为介质 是传递光的一种介质 那么我们只要检测出 各个方向的光道差速 就证明了一态的存在 可惜结果 这个事件没有证明 没有显示出来光存在 那个差 也就是光速差 也就证明了 那个空间之中不存在一态 所以说这个一态空间给被证明了 但是这个理论呢 完全的证明了我的逻辑 因为我们那个地球在宇宙空间中运行 它完全就是靠这个一态 也就是我给它证明一个 我们的一级一种的中国名字吧 叫磁力空间 磁力 因为它是产生那个磁场的一个 最基本的物质 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在磁场之中 那个磁力空间中运行 它们是同步的运行 所以说我们检测不出来 它这个光速的差 这个里面涉及了一个很大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宇宙为什么会膨胀 为什么会膨胀呢 我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宇宙的天体 就像我们地球啊月球啊太阳啊 这些天体 那么所有那么多星系 它们每会每秒都在释放能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原子衰变 涅变 都是 这所有的化学反应 都是在释放能量 那么这么多源源不但的能量释放出来 实际上这个能量是什么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磁力子 也就是以前所说的这个一态 源源不但的拥入了我们的空间 那么空间就在膨胀 其实空间是不会膨胀啊 只是空间之中充满了更多的磁力子 这个磁力子推动了我们所有的天体星系 产生了一种类似于膨胀的这么一种运动 相互远离的运动 并且在我这个理论里面呢 这个宇宙它是怎么膨胀的 我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 也有几个表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从我这个理论里面还可以想出来 比如哪些东西 比如说地球为什么会自转 水为什么会结成冰等等等等 还有为什么会公转 讲到这里来提一个 我们地球为什么会自转呢 在过去一个说法 就是爱因斯坦的时空的弯曲 导致了我们地球围着太阳的那么一种公转 其实它那个时空弯曲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谁能理解的 谁都不可以理解 但是我在提一个概念 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的重力 它是倾向于地球的 倾向于地心 也就是我们重力是从天上下来的 而不是说我们所理解的地心 给我们的一个拉力 一个吸引力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引力是从天上下来的一个力量 向地心方向的 但是它不是垂直于地心 不是垂直于水平 它是向东方倾泻 因为只有倾泻 并且是向东方倾泻的力 我们的地球才会自行向东方自转 当然要证明这个过程 也是有一套小小的理论的 在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理论 接下来我再讲一下 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个电磁波 我们总认为我们现在光是电磁波 那么我们那个说话的这个无线电波也是电磁波 其实它们只说在那一半 是电波 没错 本来它应该说是磁波 磁波是什么东西呢 就好比我们水波一样的 产生这么一种波浪式的 一种震动式的传递 而不是所说的磁场传递 因为磁场是个很容易被干扰 磁场是个循环的 是个环境回归的东西 它不可能最快速的 向远方直线传播 传递 只有我们震动波 它才是向四面八方最直线的传播 而是最快捷的一种传播方式 所以说我们的理解的电磁波 是磁场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 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 地球的自转 是因为重力的清醒 这个是引力 那么肯定还有一个磁力 就是排斥的时候 有引力别有排斥力 这个引磁力的话 排斥力也是向着东南上空这样出去的 那么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地球上空 形成一个交叉的 活而向东的这么一个力量 引力是向下方的 那么持力是向上方的 命是活着向东方 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推力 那么就是我们月球 月球运动的一种公转的力量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个力量把月亮拖起来 一个力量把月球按住 再还可以力量把它往东方推动 这个就是一个公转的原理 所以这些力量又是受什么控制呢 是受我们地球磁场的一个控制 我们地球滑上出去的一个排斥力 受到我们地球磁场的控制 缓弹回来 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引力 那么我们的引力 着运到我们的地壳 我们地下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就会产生一种像下沉的 这么一种运动方式 和我们地心滑上一个推仗 推仗之后都会滑上一个什么现象 振动现象 这个振动出去的波 就是我们所说的磁力波 向外去的一个磁力波 也就是重力 轰为引力或磁力 它们是一个循环的力量 要正视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小小的理论 也有小小的篷幅 大家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概念就可以 接下来我再讲一讲 那么宇宙刚才我们说膨胀 是因为宇宙天体星系的能量释放 后面我的理论还很多 包括惯性的原理 光速不变的原理 还有时空 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很有趣的 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宇宙有多大 一百三十一个光年 这么大的直径 那么这个一百三十一个光年之外 那就不知道了 什么也没有了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只要说是有数字的 能够用数字表达的 就一定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宇宙空间 它是无限的 是不是 在真正的大无限的 无穷大的宇宙之中 像我们现在可观测宇宙 一百三十一光年 或者说是九百三十一光年 因为宇宙膨胀了 现在直径大概说是九百三十一光年 那么我们就说九百三十一光年 这么大的宇宙 可以说是无穷多 非常非常的多 不尽其所多 那么我们这个宇宙在膨胀 其他的宇宙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呢 他们也会膨胀 那么我们这个宇宙膨胀之后了 肯定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了那几点之后 它都会解体 成为宇宙碎块 那么其他的宇宙 他们一样的膨胀之后 也会变为宇宙碎块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上下左右的 所有的宇宙 他们宇宙碎块 膨胀之后的碎块 还要继续往前运动 冠心运动吧 那么他们之间 还会划算一个再次的碰撞 再次碰撞之后 又会组合成新的宇宙 打这个新的宇宙组合了之后 碰撞了组合之后 然后在这种推力 一种推力 这种慢慢的挤在一起 导致内部的压力非常的巨大 然后又产生一种缓推力 缓推膨胀 那么我们宇宙又开始慢慢膨胀了 这个就是宇宙的轮回 可能我说的太快 很难以理解 慢慢的去理解吧 没问题没关系的 这个都是我的一种 无限的宇宙观 因为实际关系 我也讲得不太好 我给大家再讲一讲 我的宇宙观 我的宇宙的文明观 我给宇宙的文明 是划分了五个等级的 在网上大家搜一搜 就会划线很多很多种的那种 给宇宙文明划分等级的 但是我说真的 我都看不懂他们 他们的划分 我认为我的划分是最简洁 最好的 第一个等级是什么呢 就是本性级文明 怎么说呢 就好比说我们地球 我们地球早年 我们地球人连月球都去不了 我们只能在我们地球上走一走 或者说是飞一飞 因为科学不太滑杂 这个就叫本性级文明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到月球 可以去到火星 那么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本性 我们可以在我们太阳系内 换位内走一走活动 这个就叫星系级的文明 这是第二个级别的文明 这叫星系级的文明 但还不是属于宇宙级文明 真正的宇宙级文明是哪一个等次呢 就是下一个等级了 就是说必须懂得那引力 必须懂得那利用重力 我们才能够挥出我们的太阳系 我们现在的科学 我们现在的理论 根本就不足以支撑 我们人类走出太阳系 是不是 我可以说必须利用我们的理论 利用我的这个理论 利用真正的利用重力 利用引力之后才能够走出太阳系 那么我们就真正的 进入了宇宙级的文明 这个级别的文明 还是属于宇宙级的初级文明 这个时候我们人类 会发展到什么状态 我们能源 是绝对的已经实现了能源的自由 因为我们就会把我们空间之中的 无处不在 无事不有的这个引力 那个重力 直接转化为我们需要的动力 或者说是能源 那么我们就真正的 彻底的实现了能源的自由 这个是不用花钱去买的 只需要直接的转换 到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地球文明 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不用讲的了 无知的极大丰富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 已经自动化自动化 已经出见单力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的能源实现了完全的自由 那么相信共产主义 马上很快就会来到 相信就在我们这代人一定能看到 这只是说宇宙级的初级文明 那么接下来就是宇宙级的中级文明 那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概念啊 在这个时候 我们人类就可以实现哪个档次 实现长生不老 就是大家仍仍向往的 可以活到一千岁一万岁 一万年 甚至是永生不死 相信在这个阶段 我们人类一定能够做到 因为科技发展的 那么我们人类无外乎 为什么生了病死啊 无外乎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啊 脑化 里面的什么国产的结构产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以后的纳米科技 是完全可以做到 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结构 身体的细胞状态的 这是一定毫不含糊的 并且相信这个很快就会来到 只要我们实现了这个能源的自由 我们接下来花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力量是 公关这个纳米的技术 公关这些技术 相信我们很快会做到 因为我们人类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只是说我们 一时的糊涂 一时的不能够理解这些现象 不能理解万有引力这个现象 换了一时的糊涂 那么如果说一旦把这个结打开 那么我们人类科技 会产生涂飞猛进的一个大发展 那么宇宙最高级的文明 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宇宙级的高级文明 这个级别的文明 也就是所说的 物所不知 物所不晓 物所不能 神级文明 到了这个时代 我相信 其实我们每个人未来都会成神的 都会成神 便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科技 全部都不需要了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以后我们就不需要这么笨重的躯口 这副身体了 完全就靠我们的意志 靠我们思维波去运行 去存在了 用我们强大的思维能力 去控制物质 去改变物质 那么我们可以摇身一变 变为我们需要的任何一个模样或形式 当然这样说起来是太神话了 太神秘了 现在以后我们现在的很多理论 很多这个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不允许 但是我是的确这么认识的 认为的 并且我相信我们这个宇宙之中 一定存在了神级文明 并且这个神级文明就在我们身边 这个可能说我们张老师 包括我们孙非长 包括我们常信老师 所有的老师很多都认识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这个宇宙存在了多少多少年了 不可能说 才华盛到我们今天这个状态 这是不可能的 也可是我们现在这种科学 这个人类不知道是多少代人 多少戒人 几戒几戒的人 这个意思 相信我们未来都会成为神级文明的成员 这个是我的一个宇宙级的一个文明观 接下来我再讲一讲 我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反对那个迷信数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人曾经跟我讲过 他说你都没读太多书 你的数学功底都这么差 你不配谈理论物理 你不会谈 不配谈科学 但是我真的很反对这个说法 过去有一个话说了 是叫读书 重在其意 而不重在其言 其实我们研究那个宇宙 自然也是一样的 研究科学也一样的 我们不在意它的数字多少 数字都是个枯燥的数字 这道理是很简单的 不需要特别多的专业知识 不随着精密的计算 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数学知识 其实数学是什么 数学只是我们客观自然的一种 反映一种映射 就相当于我们客观那个世界 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么我们数学都相当于一个影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 是本来 肯定我们的客观的这个 事实才是本质的 数学只是一个影子 我们只能说是根据我们的事实 太阳照出来会产生个影子 不可能是根据我们的影子 去造出我们一个实实在的物体 比如说我们人出来 这是现代科学一个 本末倒置的一个现象 是很不好的 是必须去改变的一个现象 我的讲话基本上就到这里 长静老师 接下来请长静老师再安排 谢谢各位老师 请这个改老师 那个点评一下 点评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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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非常感谢端木鸿梅女士邀请我出去这个会议 发表一些个讲话 在开会前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孙诗利教授的发言 我们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今天听到孙教授的讲话 我非常的高兴 也很受益 孙教授一直是我们世界学术中心的导师 在培养朔博联读的研究生 特别是金融研究生 金融专业的研究生 一直是我们的导师 今后呢 等厄乌战争结束之后 世界太平了 我们世界学术中心 要向全世界招收研究生 建领联合论学说理论队伍 提供强大的科学理论 支撑我们要做这些工作 现在呢 我就我们最近的一些工作 向大家进行详细的汇报 大老师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前面那个年轻的学者说 我们这个目前的科技的发展 比如说对于物质与空间 磁壤与光和物质运动 这些就没有太清晰的认知 您也是这么 您有什么看法 他对他这样的提议 我对别人 学术虽然还不是时文太了解 以后再建立了面 详细的向诸位学习 看看你们的著作和论文 以便提高我的认识 今天呢 我呢 就我们 我跟李瑶瑟老婆是有过很深刻的交往 李瑶瑟他在英文名叫做 他是研究生物化学的 他的妻子叫李大卫 也是研究生物化学的 我们之间的联系呢 是从1980年吧 正式建立的联系 那一年是他的80岁寿臣 我把我的论文 联合论寄给了他 他接到了这个论文之后很高兴 不到一年吧 两年吧 连续给我发来了八封信 谈这个联合论 他对这个认识 所以说呢 我很感谢他对我的联合论的指导 也是第一个守肯联合论的就是他 他两次到北京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呢 81年来过一次 83年来过一次 那时候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是方毅接见了他 他跟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呢 都是由他的学生 后来是他的妻子 他第一个夫人呢 叫李达威去世之后 他的第二位妻子叫鲁桂珍博士 是他的妻子 所有的中国的学术的联系 都有鲁桂珍负责 到了北京之后呢 除了中科院院长接待他之外呢 跟我关系不错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 学术联系 所以呢 多次邀请我到他的住所 当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南边 有个拜国专家招待所 我们常谈 还在那里多次吃饭 聊天 他很少见中国的学者 为什么他一见我呢 就因为我创立了联合论 他很喜欢这个文学说 所以才见到我 他说这个人呢 很有独特的思想 能够对宇宙结构提出了新的看法 而鲁桂珍说这个人呢 是个年轻人 就介绍过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呢 基本上用笔谈 他会写中文字 有些困难的地方 他有翻译 有着鲁桂珍有时候给我们当翻译 有时候还有个两个年轻小伙子 是英国人 他们中文也不错 我们进行了长谈 基本谈的都是学术范文的问题 主要谈的宇宙结构 如何用联合论的观点来解释宇宙结构 所以最近呢就是说 关于李悦瑟的传闻很多 因为我呢跟着有两次 有两 不是两次 两年经常有这么一段时间 他在北京大大待着有呢 一个多月 或有一次待了二来天 我们是经常能见到的 所以说呢 他提了很多的观点呢 都是现在学术学不知道的观点 比如说吧 我就说 您那个著作啊 为什么没有中医啊 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医是一个 一个伟大的宝库 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而且用中草药 可以治很多的病 可是您的七十 我看您计划大根没有这个 我很遗憾 为什么不把这个方面呢 作为一部分写出来 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中医的理论呢 是不科学的 他就当着面 跟我说 我怎么不科学呢 他就说中医的理论 是建立在阴阳 五行和八卦的基础上 而没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 没有进行 没有解剖学 中国是没有解剖学的 是整体的一个理论 所以就在西方来讲 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呢 在我的著作里面 七卷三十四册里面 没有这个中医这部分 我说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咱不管理论好与不好 能够治病就得了 中医有很多的中草药 柔合在一起 我们和解 的确能够治各种的疑难杂症 这就应该给他算一个 应该纳入一个部门 应该给他写出来 就这是我的看法 李约瑟还是拒绝了 他最后他说 中医因为的理论是奇谈怪论 没有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 没有解剖学的支持 所以呢 他给定性为是伪科学扭论 这是他的原话 后来我在写著作上 我又给他剃了回去 你说中医是伪科学扭论 你们西方创立的 有某一个学生说 也是伪科学扭论 这是以后的话的 当着面我是不敢说的 因为他是老人 我要尊重他 还谈了很多的事情 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感到我很奇怪的 就中国政府篡改了 他的著作的原意 李约瑟跟我说 我的著作呢 英文的叫 中国古代文明与进步 可是翻译成中文呢 叫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 他说中国唐宋年间以后 有900多项技术发明呢 的确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由于阿拉伯经商 由于蒙古三次西征 把中国的古老的这个先进的技术 传到西方 对西方的这个文艺复兴啊 是有帮助的 就轻微重作用的 但是呢 中国传过的900段都是技术 而没有科学思想 这他是 正如实的跟我讲的这一点 对于中国学术界呢 翻译他这个 著作的名字 定性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啊 挺不满意的 挺不满意啊 中国古代没科学就有技术 他也挺不客气 他中国唯一的科学 我看还就是联合论 你揭示了宇宙的结构 宇宙是怎么产生的 最后发展的 你补充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伤灭亡定律 你这个 那个伤增原理啊 一切呢 都要归于灭亡 我们称之它为灭亡 宇宙灭亡定律 你这个联合论呢 补足了伤灭亡定律 重新跟它同时的 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后 同时战胜 两个定律 除了产生伤增原理之外 还产生了一个联合原理 这是西方没有发现的 是你张桂林发现的 所以我看了这个感到很惊讶 所以我这次来中国 要好好看看你 是好好聊一聊这方面的事 所以说他最后就说 中国唯一的科学理论 就是你联合论 其他就没有理论 都是技术 这是直话直说 就当着两个外国朋友 当着鲁贵珍这么说这些事情 所以说呢 李约瑟 我心里说 就他这种直谋态度 真要就是鲁贵珍 在给他搞外交工作 联系工作什么的 如果他要搞这联系工作 非得搞砸了不可 非得搞得跟中国弄僵了不可 所以说呢 鲁贵珍不让他露面 所以中国的事情 所有的都由鲁贵珍出面安排 所以说呢 我也有机会呢 两次跟这个 一个 1981年和1983年 两年 跟这个李约瑟 和那位两位英国朋友 还有跟鲁贵珍 长时间的交谈 使我也受益匪浅 这件事情 中国学术界 也一直蒙在鼓里的 今天既然 端木洪梅 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要讲一讲 李约瑟 他对中国政府 是不满意的 就这么当事 这就是 中国学术界 倒在还蒙在鼓里头呢 就这么讲 实事求是吧 因为我见过他 现在呢 我就是 因为跟李约瑟 长期交往呢 他先后来了八封信 谈联合论 哪个这个这个 他的思想很丰富 他提出他的看法 这是研究联合论的背景 一个很好的一个 学术交流的这么一个文件 现在呢 我打算呢 把这个九封信 还有他去世之后呢 在英国进行的是国葬 所以呢 英国政府呢 还给了他一个爵士 当然这个爵士 不能传给后代 他也去世就完了 就终止了 给了很高的荣誉 他是英国两院的院士 所以呢 他的 那个智商委员会的来信 加起来 一共是九封来信 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我现在呢 准备要给他 捐给有关 学术界 我指的是哪 那是香港学术界 或者是外国学术界 我怕中国 钻给中国学术界 给他弄丢了 这九封信呢 是我们中英两国 民间之间的友谊 和学术交流的 一个历史痕迹和见证 也感谢李约瑟老师 生前对联合论的肯定 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端木呼媒的推荐 也感谢孙诗丽教授 担任我们的主席 谢谢孙诗丽教授 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谢谢孙诗丽教授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非常感恩张老师 特别感恩张老师 非常感恩张老师 这个李约瑟老师 是英国的大学者 也是中国中科院外籍 第一位外籍院士 对对对 然后对 然后目前的话 就是在这个年龄段 也就是可能在学者当中 也就是张老师 见过李约瑟老师生了 对就是中国学术学院 以前唯一一位 对对对张老师 然后那么现在请这个 翟老师来来做这个 今天今天今天比较难 有请翟老师 哦好好好 这个各位老师尊敬的孙诗丽 孙老先生 还有常敬老师 还有今天的主持人 这个今天的会议非常成功 感谢大家的付出 今天讲的这个理论 确实非常高深 这是有些人可能都不法验证的 但是它是成立的 它是成立的 特别是听到 这个张静明老师讲 他把很多传统的 现在有些科学家研究的 科学家敢于批判 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哪怕是错的也坚持到底 其实当时是认为错的 过若干年可能证明就是正确的 这就是附定这个原则 这个张老师讲得非常好 他讲了转移地震 都是大量的试验 给中央领导打报告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已经在真正的试验了 给外星人已经在连接了 并不像美国的大片 我们还是进行科幻阶段 实际已经在运用阶段 这是上天 其实就是上天 我们说神上帝 其实就是外星人高于我们的 他们在保护我们地球 我记得有一个 国外有一篇文章说 如果地球人想发动核战争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真发射了 保护我们地球的人 那就是保护各个地球 都有这个主人 他就给你冲冲就给你阻止了 所以大家不要感觉到 哪个疯子要发核战争 不可能 所以说 这就像转移地震的这些外星人 咱们的张老师已经给他们能沟通了 这是非常好 当然张老师肯定是从更高维度下到人间 来让我们给外星人沟通的高人 这个非常好 这个我以前听说过 但是今天第一次听张老师亲自讲 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 非常感谢张老师 他的这个研究和 拯救了很多的黎民百姓 把我们国际的地震 你看转移到那蒙古 外星人他都是爱人的 从密集转移到人口的西数去 那么就几个人受伤 所以说 爱星人是爱我们地球的 是我们真正的地球的威视 第二个张老师讲得非常好的 那就是我们地球的磁离 推离与反推离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异态 它的合理决定了 我们地球的自转 它的方向 它的倾斜度 也就是磁道黄道 它的度数 它的决定 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成立的 我认为是成立的 至少在现在 是一个大胆的假设 科学首先要敢于假设 然后才去若干年 才去认证认证 这一点解决了地球偏转 地球自转 和甚至约球 围着地球转 这种各种力量的产生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地球的公转 那是个引力 但是引力它也是各种磁力 推以赤 向成它 这一点非常有心意 第三个 关于宇宙 我们的边界和年龄 当然现在 这个天文学家 认为是130亿光年 爆炸 成了一个起点 起小物比的点爆炸 那简直就说 我感觉到是有点非议所思 那可能吗 今天咱们张老师提出了 向这个理论提出的挑战 完全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你不管是 宇宙 一百三十一年 这个九百三十一年 那一百三十一年前 地球是 宇宙是什么概念 一百三十一 九百三十一年以后 又是什么概念 膨胀了三百一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这个光年 那么 那一百三十一 一年以后 那是什么呢 你叫有数字表达 那都是不缺切的 所以说 这个 我赞同张老师讲的 膨胀 收缩 收缩 整个宇宙 在物限 循环 如果我们本宇宙 是三百一十 三百一十年 那么 另外一个宇宙呢 其实 我认为 我们老祖宗 早已解决了 这个问题 我们打开 我们的这个 宇宙 这个 看一看 阴阳图 阴阳 互相转换 地球 咱们科学家都讲 有蓝宇 有红宇 蓝宇 离我们远去 红宇是离我们 越来越近 也可能我说翻 我可能 记错了 总而言之 有远去的 有力 来我们来的 膨胀 膨胀 膨胀到一个地方 进入黑洞 你看那阴阳鱼 不就是一个黑洞吗 都集中到这里了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到了阳的极致 膨胀的极致 就开始 坍缩 坍缩的极致 又开始 膨胀 宇宙就这样 物死 物中 物边 物厌 如果有一个 宇宙是这样 另一个宇宙还是这样 物陷 宇宙都是这样 整个宇宙也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个大道 固边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五 我们老祖宗早已论证 我认为这个理论非常好 宇宙是误陷的 现在有些科研家认为 一百三十一 九百三十一 那都是不对的 不能鉴定 不能说 不能说 一说就错 是吧 道可道 非常道 你只要说出来就错了 你说一百三十一 多少那就是不对的了 这是一个 所以说并且张老师讲了 不同维度的这个星际文明 他讲的这个分的也很好 但是特别是他说到 宇宙最高文明就是大同世界 大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共产主义 并且给我们洪水河文明 发现了很多的骑士 那些陨石或者是那个骑士 那个碟化 这个石碟上的画板 宇宙真正的最高文明 就是大同 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说宇宙它的一个发泽 就是爱与善的发泽 道在经不是讲了吗 天知道为而不害 圣人知道为而不争 天那就是外星人 他不会害我们人类的 到更高维度就是共产主义 我们世界现在不是正在向 共产主义转换吗 北欧西欧 什么新西兰 包括德国日本 一定进 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我们在不知不明的课 完了以后 我们也要上共产主义 快速迈进 所以说张老师对这点的论证 是对的 欲周 他就是一个善与爱的发泽 我们要进入更高维度 唯有善与爱 毛泽东主席说得非常好 像雷锋学习 像张思德学习 像白球恩学习 那么就是 误我为别人 这就是善子道 我是研究智力的 智力的遗传 有的几代人 智力不高 天才诞生了 几代人在做善事 如果有的就是高官 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孩子智力突然出了问题 那么他们的祖上 包括他本人 就是做了坏事 在他的子孙上面 就体现了 所以爱的发泽 就是欲周最高发泽 所以张老师这点 讲的又非常好 咱们最后 那个张老师讲的也很好 现在科学家 这个论证 是吧 这个包括李悦瑟 说我们中医是伪科学 李悦瑟当然对传播 我们中国科技 是做了贡献的 但是 他不得我们中医 中医 就是天授之一 十几万年前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 就已经知道了中医 人身上有多少个学位 经文 现代科技 美国在十几年 在几年前 刚通过现代科技 发现了人身上的经络 那你这科技 限定吗 我们中国 几万年前就知道 十几万年就知道了 那是当时的科技限定吗 我认为飞业 要么是 也是上一届的地球的文明 那么我认为是天授 天 那天是什么呀 外星人 张老师讲的 是吧 地震都能给你转移 转移成功了好多例了 这都已经验证 所以我们现在科学家 把现在的科技 过于强调 就把我们的教育 教育是个什么呀 不就是一个孩子 进入社会 一个逼人的过程吗 学习人类一切 有限的经验 现在我们把孩子都逼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也是 像一个逼人的 自由的 这个更高的文明进化过程中 人们根据不断的发现 给放了一个名词叫科学 但是非常可悲 我们现在社会陷入了科学主义 服定中医 什么院政不了就是服定 什么都服定 但是我相信 刚才咱们那个张老师 讲的非常好 他都是大家了 那真是渊波呀 我认为我最后就要最后这个一句话 就据说在六十年代 咱们世界有些诺贝尔江活得者 在法国是在什么地方开了个会 大家一直认为要解决世界的问题 要解决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 比唯有中国的文化 所以现在的科学家 我们艰苦非常艰难的爬呀爬呀 爬到山上 一看我们的老祖宗 福西 还有老子 庄子 孔子 都在那山上坐着 哎呀 你们终于爬上来了 这就是以后世界 真正的文明 科技 最后的真正的结局 谢谢 讲的不对的 请大家批评 再见 这个谢翟老师 翟老师过奖了 翟老师对张老师 就是关于讲运力的张老师的这个评价 也很准确 挺好的 那个长江 那下一个话题还讲什么呢 孙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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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 好嘞 好 孙主席可以讲 哦 静音去掉了 那我讲 今天很高兴 这个还有特别突出的张桂林老师来了 这个给我一个惊喜 这个是端木 端木红梅 我悄悄悄的给孙主席送了个惊喜 给我一个大惊喜 这个张桂林老师也是学术界的老前辈 这个我们搞了这个联合论 还成立了联合论科学院在那个联合国也备案 还搞了一个世界学术中心 这个他跟李约瑟 这个之间的一些交往 以及对科技界的一些 这个中 中英 或者中外的科技的交流 对古代 中国科技史的认知 包括中医等等 在内 这也是世界科技界的一段佳话 一段佳话应该说 这个将来把这些 也是我们中国走出去 使世界了解我们读懂中国 这个中国读懂世界 这种大的交流 学术交流活动当中的一个篇章 这个张桂林老师 还是很有学者的气派 曾经 这个当然也是一生很坎坷 这个坚持真理 坚持这个学术的高度 这个联合论 实际上跟我们这个现在谈的 中央谈的很多 这个人类命运共通体 它是一致的 因为它联合 它就说明 它的联合论 说明世界的一切 都是从低级到高级 从分散到联合 这个这么一个整体的过程 它把这个世界的总图像画出来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学术界 对我们的理论上是有贡献 所以引起了这个包括李约瑟博士在内的 这个世界学术界的观众 这个和支持 这个所以呢 也为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通体 等等它的这个理论基础 这方面是一个说明的一个共同的方向 这个这是今天 给我们讲了一讲 这个也是我们论坛的当中 请这个这个一个一段佳话 本身佳话 今天呢 这个主要是听那个夏 是夏老师吧 是吧 夏老师 夏老师 还有那个张静平老师讲了 这我觉得都讲得很好 这个夏老师呢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理论的勇气 也不简单的 这个世界的天文学界 宇宙论的一些科学界 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一个学术权威体 也是非常得到世界很多 学术界的公认的一个大的 特别是最近进来吧 近年来的宇宙大爆炸 是的 这个同意的 对一些重力理论 引力理论 都是有定论的 但是呢 这些定论 实际上一直在受到挑战 受到挑战 因为它这些定论 实际上也是一种假想 假设 因为科学的发展 是允许假设的 很多 实际上现在我们很多 这个科学的大的论断 都是一种 也还是一种假设 当然了 这个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认识的发展 哲学的发展 它会挑战这些论点 今天我觉得一个年轻人 能够挑战这个 学术界的主要理论 论断的 这也是需要 这个很大的勇气 学术上的勇气 但是呢 我们为了追求真理吧 所以我们 这个有些新的认识 这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 当然这种挑战呢 我们也要经得起 这个学术界 要有一个过程 看看是谁 这个旧有的理论 现有的理论正确呢 还是我们挑战者 提出的理论正确 这个要有一个过程 有个过程 我们也是很艰苦的 对话 碰撞 对话 这个验证 最后呢 可能还是 对一个宇宙本源的认识 对宇宙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 这科学很可贵的一点 就是进入了 对宇宙本源的追寻 以前都是 如果我们的科学 其实是分两端的 一端是这个因 就是原来的 所以然 还有一段呢 就是知其然 就是它的末端 就是现代的表面的表现 这两端 我们正在追寻 就是更高的一个高端 就是追其所以然 追其它的本源 不是停留在现在的表象 一些现在我们发现的 这个人类 这个上个世纪 几十年代 发现了一些新的理论 我们到了这个21世纪的 又是20年代 我们怎么认识 应该提出了一些挑战 所以这当中呢 我看是很有 我们这种争论呢 是很有价值的 也代表了我们的 新一代的科学工作者 或者是我们的民科也好 官科也好 这个这种思考 中国的学者的 对这些重大的科学问题的思考 因为这个 所以呢 我们中央 这个提出 要在理论上创新 特别是基础科学上 基础理论上 要有所突破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抓住了要点 很多技术 这个正在加速的发展 但是很多技术 没有完全弄清楚 主要是为什么呢 它本源还没有把它搞清楚 所以很多问题 是在这上的 这个 我对那个夏老师 谈的也不能完全 这个因为我们也是 也是听到了这个以后 觉得耳目一心 有一些新的论点 但是呢 其中有一几点呢 我觉得 还是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 比如说啊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啊 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现象 就是重力啊 重力到底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一个说是引力 地球的引力 磁场啊 引力啊 所以造成了物质都下坠 它有重力 但是呢 我曾经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相关方面的一些深入的消息 这跟这个完全不同 有点类似于刚刚夏老师提出的这个论点 就是 呃 而是 一种推力 压力把它压到地球上去 这个理论也是很新鲜的 但是 但是 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权威的渠道 啊 给我们的 啊 给我们告诉我们的 啊 这有点接近于 呃 夏老师的理论啊 这 呃 这 这 这 往下压的 啊 不是 不是掉下去的 不是吸引下去的 而是 呃 空中 某种 这个力量 啊 把它 推到地面上的 啊 呃 呃 有一个事件啊 可以证明这个事儿 啊 最近 这个有一架飞机的失事 是吧 前一阵子有一架飞机的失事 非常奇怪 就是一般逝世的飞机 都要经过一段 一段滑翔 或者是一段那个 呃 坠落的过程 啊 这斜线的坠落过程 啊 啊 实事的图像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次的 这个这个 这个 失事事件呢 呢 是完全不同 啊 直线的 啊 望地下 坠落 啊 而且坠落的粉身碎骨 连尸首 啊 机上的一些碎片都找不着 啊 找不着 啊 据我们的了解啊 啊 据我们的解读 是 就是某国啊 啊 他们发 这个发现了重力厂的原理 啊 制造了这个重力厂的 一种 试验啊 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机器 新的 啊 新的这个 产生 这个这个重力和压力的一个 一个机器 啊 把这个 几万万倍于 啊 我们看到的重力 这样这个速度 啊 把它从 天上啊 坠落到地下 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证明了这种 啊 这种压力 就是从上 从上而下的一种压力 而不是重力所引起的 啊 这个当然也是 啊 也可以争了啊 也 因为我们的渠道当然 虽然是也是很权威的一个渠道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值得 因为它是 也是挑战了现有的一些看法 啊 这个 这个值得 大家的 啊 论 论 论 这 这去深入的关 啊 关注 啊 如果哪一种理论 站得住脚的话 那都是非常重大的 啊 发现 啊 这个非常重大 如果这个新的理论 是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们要改写 啊 科学史当中的一些 章节 啊 一些原理 啊 另外呢 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超强 为空间 就是超 啊 这个这个 呃 我们也接到了一些 啊 论点 就是说 对于爱因斯坦和 霍金啊 为什么他在统一场论 啊 最后没有成功 啊 这个 这个 说明就是爱因斯坦和 霍金啊 共同有一个问题 啊 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都是 他们的理论 都是建立在 目前已知的 粒子啊 已知的原子 粒子 这个发现的基础上 对于更小的粒子 也就还没有发现的 啊 一些更 微观的世界 他们的理解是 不足的啊 啊 却也就是 他的短板在这上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 解决统一场论啊 这是 这是很遗憾的啊 当然跟时代啊 他们所在的时代啊 这个爱因斯坦在上个世纪啊 这个霍金虽然进入 本世 是不是进入本世纪了啊 但是呢 还是 啊 遗憾呢 他们有限的生命过去了 他这个时代背景 时代的这个 这个了解啊 不够 但是我们现在呢 了解到是这样的一个 有这个原因 就是说在 超显微空间当中啊 啊 它在大尺度空间当中的规律 它是摸摸的 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的 但是对于 超显微空间下到的 里头的力学 啊 他们力质之间的关系 就等于 基本上啊 就是在 在超显微空间下 它的 空间 的距离是多少呢 是一个 原子核大小的 负 二十一 次方 啊 就 一亿亿亿分子 三个亿啊 一亿亿亿分子一的 空间距离下 它会发生 怎么样的变化 他们的力学 啊 量子力学 是 怎么一个规律 现在还没弄清楚 所以这个空间的 这个里头的 文章很多 啊 空间非常大 诺贝尔奖的 成千上万的 诺贝尔奖 未来的 奖的 啊 它的发现 就在这个里 这个空间里头 超显微空间里头 发生的事 啊 刚刚讲到中医 啊 中医就是 实际上 啊 外国的这个科学家 非常佩服中国 啊 在古代几千年前 就发现了 啊 用一根金针 刺到了 穴位上 啊 刺到了 经络上 啊 也就是说 在超显微空间 一级的 距离上 来改变世界 啊 改变 人类的健康状况 他们非常佩服 啊 能够在 几千年前 就有这个意思 去影响 超显微空间 啊 在超显微空间的 距离下 会发生 各种奇迹 啊 宇宙奇迹 科学奇迹 人间奇迹 啊 很多 在这个级别上 发生的 当然这个金针呢 这个针头 说是很细 很细 其实要 比那个纳米级的 还要大得多 啊 这个 因为它那个 超显微空间 但是这个意识到了 啊 它意识到 啊 这个 这个显微空间当中 一些文章 而且 的确 这个针灸啊 啊 这个 这个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医啊 什么 它就认识上 啊 这个有一种 对超显微空间的 啊 无意识的 或者是 啊 没有定性的 一些东西 啊 它已经 啊 在一种 非常的状况下 啊 已经突破 有所突破 啊 所以这个 这方面 今天我觉得 这个夏老师 谈的 啊 是非常 有意义啊 啊 这个这些 也是触及到了一些 非常好的 啊 这个科技的 应该去 弄清楚的 本源问题啊 啊 这个 宇宙本源 生命本源啊 等等 还有这个张老师啊 在谈的 这个这个地震呢 这个事 这个事呢 是我上次也说过 就是实际上 这个地震的事啊 已经在老一代 革命家啊 毛主席 周总理啊 是非常非常 关心这个事的 啊 人类不应该 没弄清这个问题啊 因为现在是 这个这个 毛主席也 无奈的说过 这么一句话 他说地下的事 真是很啊 这个很难弄清楚啊 但是 他们又说了啊 这个包括周总理说 一定要弄清场 啊 弄清楚啊 就 即便是几代人 花多少代价 啊 我们都要把这个地震 到底怎么回事 啊 能不能 避灾 减灾啊 现在那个张老师 谈的是 这个转移地震啊 转移到 这个损失 很小啊 更小 这个方面 当时当然我那个 在 在 作为 非联协会会长的时候 这个 被国家地震局啊 也请我去当他们的 一个什么 一个高级的成员吧 就是什么 民域 民域理事长啊 他们有一个 这个地震局的 一个一级公司啊 他们有很多 强项 就是减灾防灾啊 而且国家给他们的一些权利啊 这个考察啊 这些权利 但是呢 在这方面呢 突破很少 就说明这个 这事儿是很重大的啊 一直是 引起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啊 一直到目前啊 习主席啊 等等 都是很关心 这个事儿 现在 这个 张老师 探讨 从 外星人的角度 来看看 为什么呢 其实啊 我觉得 这个夏老师也谈到了 这个 几级文明以后啊 我们目前文明是属于 这个 地球一级的文明 然后 二级文明呢 就是 能够 在整个星系 太阳系当中 我们能够 主宰一切 第三级文明 这也是我们国家 大百科全书当中讲到的 三个文明 第三个文明就是能够 主宰整个的银河系 或者是核外星系 当中如果有外星人的话 能主宰本星系的 到了那种程度 这个就可以移动 甚至能够移动星球 制造三合 心想事成 很多事情都是能做到的 这个前瞻的 因为党中也希望我们提出一些 前瞻性的颠覆性的一些思维 所以为什么人类要加速走向未来 解决我们目前很头疼很头疼的 很多地球上的危机问题呢 就必须要走出这一步 走到星际文明 走到这个宇宙文明的角度 来研究我们很多问题 这就是一个跨一大步 我们的团队 实际上不瞒大家说 我们的团队正在做这件事情 很多事情已经到手了 已经能达到了 但是不是今天会议的重点 不说了这些 但是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 也是跟我们全国的党中央 习主席所盼望的 希望我们能在高科技 宇宙科技 这个星际文明 这方面研究当中 做出一些贡献 我们是不负众望 这个正在做这个事情 今天呢 他研讨会的展示 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 谢谢大家 我这个说了不对的地方 大家指正 还有翟老师的 这个点评是非常精彩 这个也给我们沐心 这个带来了很多 这个知识和智慧 这个我想就讲到这儿吧 张老师 这个 像张贵林老师表示敬意 今天他也出场了我们的 这个 今天的会 他这个也是 学界的前辈吧 而且在我们研究当中 做出了很多贡献 培养了很多学生 包括我们的端木老师 就是我们的博士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这个翟老师 张静平老师 还有端木老师 谢谢 谢谢孙会长的这个 点评 精彩点评 还有这个翟老师的精彩点评 还有这个张老师的参与 谢谢 这个其实张老师说的 尊重人家李悦瑟老师的 那个意见 把那个叫中国科技的 那个文明和进步 我觉得那个 那个名称要比后边 改的那个名称 叫中国古代科技史 要好 那个 因为我对李悦瑟老师的 那个 认知也浮浅 不深入 我没法太多的说什么 接下来呢 我给咱们继续讲 这个转移台湾地震的 这个话题 这个做的很精彩 做的很精彩 上次好像 我当时在洞瓶湖考察 这个洞瓶湖怪圈的时候 那个在野外 这个场景 找我 这个 讲 这个UFO方面的研究 我讲过这个话题 当时信号也不太好 那今天呢 我就 因为做的实践 比较多 有几例吧 几例精彩 成功的实践 尤其 台湾 转移台湾这个地震 大地震最为精彩 最为精彩 是精彩里边的 挺精彩的事 我给大家讲讲 这个呢 基于什么 就像我说的 那个 青海妈多 转移青海妈多 那个地震 是基于 2020年 12月23号 青海玉树上空掉的 那颗大流星 我以 以此总结的规律 推测 这个 青海妈多 加上青海妈多 发生的这个地震 我认为是前震 这个判断 青海妈多 会在1月12号前后 会发生一次 7.0加级的地震 这个呢 也是当时那个谁 当时那个 北京工业大学 地震研究所 陈维生所长 我们是认识多年的朋友 从95年搞日本地震的时候 认识他的那个导师 李军之导师 他是当时的那个 李军之老师 当时的那个地震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在那个时候协作 就开始搞这些事 就认识了陈维生老师 跟陈维生老师 陈维生老师一直有联系 他当时 这个也测得有星号 判断在1月12号前后 有次地震发生 但具体在哪 他也没告诉我 我研判就是指的 就是那个 青海妈多的那次地震 然后这个地震是被分割为数次 主阵是6.8级 6.8级 然后呢 加上三次6.0级以上的 和两次5.0级以上的 他有的是自然的余阵 有的是被分割转移过去的地震 就分割能量转移过去的地震 因为毕竟是中国国内的地震 被转移到境外的蒙古国 就转移了1000多公里吧 1000多公里转移到蒙古国的北部 不止1000多公里 我可以算一下 大概是几千公里 一个火山湖泊中降发震的 这个6.8级的地震 因为按说 那个火山湖的周围有5000多居民 那么大的地震 他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外星人就把这个地震能量切割以后 应该是加深了震源深度 当地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所以说 那个地震被转移以后 在蒙古国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且这个地震转移的地方 离俄罗斯的边境 就是蒙古和俄罗斯的边境 可能就是60公里左右 60公里左右 这个地震 这个地震做完以后 就是应对的 就是陈维生老师 最先提出预测意见的 那个他认为是在四川 梁三州缅宁一带 发生的这个7.8到8.3级地震 他认为这个地震发震的时间点 他就根据次生监测 判断是在5月18号前后 他认为如果是在5月18号 之前发生的话 那是7.8级 就是地震能量 还比较累积的比较小 7.8级地震 如果是在5月18号以后发生 延迟在5月18号以后发生 认为这个地震的能量 可能累积到8.3级地震 那8.3级地震就相当于 三个汶川大地震了 我的研判 我基本上用了这个 陈维生老师的预测意见 当时给外星人 因为要显示震中具体在哪 然后提前给外星人说 就给外星人联系 让他预留6.4 6.5和6.3级地震 他后来外星人给折冬是6.4级地震 那个也准确的说 就是在陈维生老师预测那个时间点 所以他那个监测次生 来研判这个地震发震的时间 这个技术是很准确的 他认为会在5月18号前后 那个时间点上会有大地震发生 结果确实的 然后在5月18号开始 那个云南的养鼻就开始连续的出现小地震 他当时已经带着他的学生 和那个他的那个同事 到了在那个解放军的后勤支援部队的合作 合作下边 他有合作项目 因为那一带也有军队的一些重要的设施 还有这个离不远的地方 有这个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所以这个部队方面给他提供了方便 他就飞到那个西昌机场 就是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远的 不是九泉 九泉是在甘肃 他那个飞到那个离那不远的 那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在那的一个驻军的当地 就加起了他那个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 就准备在这个地震发生的前夕 然后提供这个准确的这个预警信息 然后呢 减载救人 因为这个当时 这个国家领导人 已经接到了他通过领导人亲属 转给上面的报告 就是他的那个地震预测意见 在4月22号都已经提交报告了 但是他当时没告诉我 使得我在5月7号的时候 才又给这个国家领导人 几个国家领导人 几个咱中国的领导人 发送了报告 所以那个国家领导人 在接到他那个报告以后 就让这个四川省和国家地震局 包括这个紧急管理部 就是应急管理部 一块搞了这个啥 在5月7号跟这个国务院新闻办 一块联合发布了一个 在5月12号前后 搞一个什么四川2021 这个2021叫紧急使命吧 这个四川省应急 就是地震应急演习 然后这是5月7号发布的这个新闻 恰好是5月7号那天 我那个给啥 我给中央领导打报告 打的报告 他那个当时时间没指定 因为他就是想研判 什么时候是这个 地震要发生的时间了 再搞那次应急演习 这样的话会有很好的效果 我的报告打上去的以后 加上这个应该陈文生的老师 他的报告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在这个 本来是5月12号是 这个中国的这个抗震救灾应急日吧 就是一个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就是根据 根据汶川大地震这个 5月12号2008 5月12号这个日子定的 但事实上他是把这个延期了两天 在5月14号的时候 然后在四川的六市地 六四州 包括潘兹瓦州了 还有这个卢定了 包括这个什么 包括这个梁山州了 包括好几个地方 六 就是他当时预测这个地震 可能发生的地方 做了这个防震 简单演习 但是事实上这个地震 他的震中是距离 缅宁三百公里 我当时到了 这次我到了这个 仰鼻县以后 县城以后 我专门测了一下 发现这个震中 离陈老师预测的这个震中 距离是有三百公里吧 三百公里 这在地震预测上来说 也不叫大的偏差 大的偏差 因为都是在中国的西南 云南跟四川是挨着的 这个缅宁距离 这个大理州的这个 仰鼻 也不算远 就是三百公里 直线距离三百公里左右 三百公里左右 所以说那个 我当时给中央领导 打报告的时候 就说我会联系外星人 转移这个地震减灾 然后在这个第二天 就是5月7号 我打完报告 5月8号 我就去找我的 这个外星人联系人 然后呢 5月9号 我们相会见面 就谈到这个 转移地震减灾的事 就是转移地震减灾的事 然后外星人 也应了 外星人 答应了这个事 就跟这个 东升球的李冠英女皇 联系 然后呢 外星人应了这个事 后来的事 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到5月21号 21点21分 然后呢 那个发生一次 5.8级的地震 其实在这之前 还在 5月20号的 20点20分 他这个时间都是 外星人控制 释放能量 就是这个5月21号 21点21分 你看 2021 2105 21点21分 把这数字出来是 用咱这个网络上的 通俗的这个利语 就是咱网络语言 就是说 说读出来 它是啥 爱你爱你 我爱你 爱你爱你 都是这种读法 因为啥 因为咱这个520 521不是 这个咱中国的这种 这个 这种大众化的 这个 大众化的这种 情人节嘛 就是 那天 讲究发这个 520的红包 520 中国的这种 网络情人节 大众情人节 5月20号 所以这个外星人 会把这个地震能量 准确的 控制在 这个 5月21日 21点21分发生 它不是一个自然地震 它是个人工控制 释放的地震 就外星人 人工控制 释放的地震 是5.8级发生 然后呢 紧跟着21点 紧跟着 在27分钟以后 就是 21点48分 就是27分钟以后 27分划分为 三个9 是吧 999 就是旧旧旧 旧旧旧旧 然后呢 就把这个 地震转移了 转移 把这个 这个 是27分钟以后 在当地预留的 这个 6.4级地震发震了 就是说经过 减灾控制的 这6.4级地主震发震了 就为什么当时 要留下这个 6.4级地震呢 因为啥 因为一个是为了 研究这个震中 到底在哪 就这个地震 发震 它的原震中 到底在哪 然后另一个呢 也是 你如果不在原地 预留这个地震 然后把这个 所有的地震能量 转移走的话 如果都转移到 这个青海的这个 呃 妈多的话 那这个 陈老师预测的 这个啥 呃 四川这一带 呃 就没有地震发生 啊 那人家会说 是吧 陈老师是个骗子 也会说 我是个骗子啊 转移地震 那地震跑哪儿去了 是吧 所以我们预留 这个6.4级地震 然后呢 然后呢 把更多的地震能量 转移到 呃 转移到 当时外星人告诉我 是转移到 人烟稀少的地方 我当时想 就 心里就 明白说 是要转移到 西北一带啊 因为西北 是中国 比较广报的 人烟稀少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 外星人会把这个 呃 没想到外星人会把这个 地震转移的 马多就等于说年初1月12号 把这个青海马多的地震 转移到蒙古国 然后呢 又在 5月21号 深夜 把这个 呃 云南养鼻一带 呃 更大的地震能量 转移到这个 呃 转移回 这个 呃 青海的马多 啊 就转移出去一个 又转移进来一个 这个外星人操作很有意思 啊 很有意思 呃 这个 这个地震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这个 很成功 这是用的是 呃 谁用的是 呃 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 陈维生所长的 呃 预测意见 啊 陈维生所长的预测意见 然后呢 呃 后面呢 转移台湾这个地震 就预 预 预警台湾这个地震 到转移台湾这个地震 他的这个研盘意见 是出自我 就没 没再用别人的预测意见 当时是7月7日的呃 深夜啊 在台北 就是2021年7月7日的深夜 在台北上空 就是台北上空 呃 这个出现一颗很大的流星飞过啊 那当时网上就有人议论说 哎呀 这可能是什么天灾啊 会不会发生地震了啊 范老师 范老师 你还要讲多久 你刚刚已经过去20分钟了 还要讲多久 呃 这个 让大家随意听吧 我就讲到这个 呃 五点半结束吧 好吧 就大家有意想听我 做这个讲座的 就继续听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会做这个地震的科普课 啊 然后呢 会陆续的把这个张天平老师 这些内容慢慢的会把它梳理进来 啊 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这个线下的 或线上同时的地震科普课 啊 这个部分是有必要做的 嗯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都一起来参与来讨论 哎 对 这个很重要 对啊 然后 讲了很多 对对对 啊 接下来我们会做这个科普课啊 线上线下共同开始 还有这个UIF的游学 都一起来做 嗯 嗯 嗯 那我就把这个台湾地震这个情况 简单的给大家讲讲啊 简单的给大家讲讲 缩短一下时间 呃 然后呢 那个啥 呃 然后呢 我就是根据这个当时 台湾这个汉情研判啊 就根据这个流星研判呢 根据这个大流星研判呢 它会在 呃 当月的七月底前后啊 七月三十号前后啊 七月三十一号就这段时间 它会前后会在台北的华联一带啊 呃 会发生这个8.0加急的地震啊 那为什么判断是在华联一带呢 因为华联在第二天清晨连续几十次发生了这个连续的这个震群啊 在华联的华联这个路上连续的发生这个地震 几十次的这个地震啊 我认为这是个前阵 张老师啊 那个台湾的这个地震吧 回头我们可以这个小群里讲 因为我们今天是公开开放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是完全不设访的 完全是开放的 然后这个板块呢 对我们可以内部讲 就是这个小群讲 这样你说可以吗 呃 那就简单三言无语说一下吧 说一下啊 说一下 这样给大家说了 然后就三言无语的说一下 说一下呢 呃 后边我再讲几个小小题 然后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这个 呃 这个座谈了啊 讲座了 呃 因为大家对这个兴趣 事还是挺感兴趣的啊 因为台湾这个地震呢 是一个8.0加级的地震啊 8.0加级的地震 四十上是个8.2级的大地震 这个如果这个8.2级的地震 在台湾华联一带发生的话 他那个不但会 基本上能摧毁这个华联 啊 摧毁这个华联线 华联线城呢 大概人口是二十多万吧 二十多万还是几十万 我查了大概是二十多万还是几十万 然后他会连带的 因为这个华联一带呢 也在台湾省北部啊 他离这个台北市距离也就一百来公里啊 一百来公里 他紧挨着就是台湾台湾台北市的这个 呃 他紧挨着就是台台北市啊 他是跟台北市是 闲截着 闲截着啊 然后呢 我就因为台 呃 华联这个 他连续的发生了一个阵群 然后我研判这个阵中就在华联啊 华联 然后这个阵级是怎么判断的 阵级是我通过这个台台湾省连续的这个汉 汉行很大啊 包括这个日月潭就搁着玉山台北台湾最大这个山脉 最高的山脉是玉山它的主峰高是三千多海拔三千多米 呃 隔着这个玉山啊 就是等于说华联是在台湾省的这个呃 东部 而日月潭是在台湾省的这个呃 玉山的西边啊 玉山的西边 他就发生了很大的旱情 而且这个旱情导致这个日月潭呃 呃 九蛙出水 就是标志他的那个呃 就是日月潭水深的那个呃 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 就是日月潭九蛙出水啊 那年是 那年初呢 台湾的地方领导 包括蔡英文他们都是呃 请了很多人 然后把他们那县市一级的很多干部 几千人带到这个寺庙里边 到道观里边 然后求雨啊 但是好像下的那个也不不太好啊 求雨的结果也不太好 他们也埋怨东埋怨西啊 然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不太适合我们这么公开的讲话 你又蔡英文上了 因为去庙里求雨了 这我们这是公开大讲堂 我们去后面回放要全部的剪辑的 我们回头内部讲 北京现在正在下雨打雷了 我现在用的是电脑在上网很不安全 现在北京正在打雷 你听到雷声了吗 正在下雨 正在打雷 我们今天的讲座本来是我们讲的是两个小时 是两点半到四点半 现在就是走上四点五十了 好的 那我这个问题我这个话题都不讲了 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正好是加了一些个人的感应和体验 把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部分呢 然后就放进来了 我们这个科普的这个地震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讲 我们回头会另外安排 然后我们会设计个空间 好吧你今天讲的太大了 你这个正要都来了 这太大了 我们还是因为是公开的这个讲座 我们还是需要需要有些范围的设定 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活动非常精彩 内容非常丰富 今天的活动特别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对 然后各个板块 对各个板块 然后那个那你你做一下这个收尾吧 你说我来说吧 你收尾收尾好好 那差不多就到这吧 这是外星人参与这个转移大灾大难的 就是因为东升球外星人呢 他有一个宗旨 就是要给地球的这个政府和人民减灾减难 就免除大灾大难 但是这个是有一定条件设定的 他不是无条件的就给你转移地震 转移大的火灾爆发等等 既然这么说了 然后我这个话题就先不谈了 对回头有机会再谈 对我们这会儿演那个北京 北京现在正下了雨正打雷 北京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群里现在线上有多少老师是在北京 北京现在正下了雨正打雷 从几点钟开始下雨打雷的 我没注意 先一抬头看看外面 窗户上都是雨 那这个你啊 就是再说点小事呢 别说了别说了超时了 这个说的太大了都不收了 这个我们这个UFO的这个活动啊 最大的界限就是无界限 就都可以说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还是稍微这个注意一下 我们的语境和环境 我们今天这是公开的 回头我们可以在设个 在规划在设计好吧 我们期待下一次更精彩的讲座 那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张老师的主持 孙主席的致辞 还有我们的主讲嘉宾夏老师 还有我们今天这个这个张老师 哎呀我们的前辈特别感恩 对还有我们的那个点评嘉宾 翔老师对 非常感谢我们大家今天一起啊 在北京的雨声雷声的交集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 好非常感谢 我们现在下次讲座 好非常感谢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这我们的讲座是每个月的第四周的星期五 这个时间是不变的哈 我们有UFO群 如果大家是新来新上来的这个师友 那你可以请你旁边的人 邀请我们的群就可以了 我们有固定的群 好先到这里了 好谢谢下次再见 真够累的都是三一会 谢谢大家